第四部份 這裏叫做走一發聲演唱 因為音樂就是歌曲 歌曲是製作 究竟在不同的步驟裏面 是要做些甚麼呢 在這裏大家可以簡單的了解 究竟一張專輯的誕生是甚麼製作 都很細節的 譬如歌手 A&R是甚麼 我們就是聽到 葬作人 葬作人 編曲人 樂手 錄音室 無大後期工程師 也就是Mastering 這部份就是讓大家實質地 落地去感受一下 究竟在錄音室是怎樣 有麥克風 吉他等等 而且還會有 用音樂說故事 就是可以 可以聽到陳建琦 和鄭與神的一些分享 這是錄音室的部分 然後這裏 畫紙 這裏是 做Mixing 做幕後 Panel 等等 這些比較少 是可以 給大眾看到的一些東西 可能我們在電視上都會看到的 都很特別 其實它 你看到 這裡的門口 其實是讓大家走 真的可以走 來感受一下 和 觸碰一下 這裏就是講 這個音樂的發展史 會見到 其實有很舊的 即是初期的唱片 到後期的 就開始有CD 這些CD 都是很 更厲害的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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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我最喜歡的 音帶 Analog 哇 L.A. Boys 有多少人認識 好 張偉梅王小虎 哇 這裏 周杰倫 這裏是第一支 這裏 認不認得它 72變 之前 哈哈 哈哈 前 看 Tizenya 我最喜歡的 這裏 其實這裏 也一直在轉 因為現在變了很多 是Digital的 啊 謝金言 Digital Digital world 這裏 就讓大家看到 不同年代的一些 這裏有我們聽歌的 媒介 了 流星機 對了 合膠唱片 什麼是蟲膠唱片 沒聽過 哇 用亞洲膠蟲的 分泌物 不行 合膠唱片 錄音帶 錄音機 莫文 現在都沒有了 音響 音響 我們叫Hifi 對不對 錄音帶 我最喜歡的 音機 嘩 好棒啊 這些真的是經典 這些現在不會看到 這些是我們以前電台用的 我們叫卡機 這就是卡 哦 這麼多隻歌 可以有 因為我們以前用的卡 是一隻卡 就是一首歌 以免播錯歌 然後到這邊 這裡就是 CD機 CD機 隨懷玉 哇 接著有Dismond 對 嘩 這些真的很棒 MD機 MP3機 iPod 接著就變成 流行 但是突然之間 合膠唱片又回來 所以潮流的東西就是 You never know 好 第五部分 走入流行影像 是什麼 好特意 因為 它其實說到 就是MV的文化 或者我們以前叫MTV 這些是什麼 來的呢 給大家看看 這裡有個 Green Screen 有個綠幕 其實就是給大家 去感受一下 究竟 那些人拍MV的時候 是做什麼的 所以 就可以有些 就是有些 鼓話 有些結他 有攝影機 那 最終 就會變成了這些 就是可以有些 鍵了我的背景 下去的 假MV 好可愛 好笑 不過我一個人就不玩了 這個就是台灣的第一個MV 劉文正的菲英 這裡都是大家投選的一些 很特別的MV 對 然後這個 也要看一下 它有一條書 很大的 就有很多很特別的MV 這個要給大家看 為什麼呢 金 因為這裡裡面有 小時候的 許光漢 對 原來許光漢也出現過 在周杰倫三年二班的MV 還有很多很經典 比如五月天的歌 張惠妹的身後 大家可以有機會來這裡感受一下 好 接著帶大家看看 我要一直走到上樓 看很害怕 陸區 對 現在其實就是上六樓 這裡就是一些比較著名的台灣歌手的歷史 大家都很熟悉 這些名字 接著這裡就是一些 來自高雄的樂隊 真的很多都其實未聽過 我看著 高雄出產很多 出產很多 很多 很傑出的音樂人 剛才拍的歌手的History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來自高雄出身的歌手、音樂人 潘月雲,大家都很熟悉,這個王 李星傑 很多大家都很熟悉 在地音樂能量,第六區 顧名思義就是很多的,例如高雄的音樂單位 這裏就是高雄不同的音樂節、音樂制 甚麼類型都有,indie的東西 有一點點的,其實都有 上到六樓了 一首屬於南方的歌曲到底是怎樣的呢? 進去看看吧 最後這一部份 美麗島船律 究竟是甚麼呢? 我終於知道我剛才 有一個工作人員跟我說 在樓下有一些hashtag 關於南方音樂的hashtag 原來上到來有甚麼玩呢? 在眼前的這個機器 選擇一些你自己覺得很適合的hashtag 然後就會創作了一個音樂出來 很特別 現在馬上玩一下 我現在選甚麼好呢? 我自己正在自拍,不知道拍甚麼 南方令我想起海浪 行拜 率直 台客也不錯 好 然後 自由 台語 休閒 港口 套客 套客 好 然後我就馬上戴起義母席 立即聽聽它是怎樣的 點擊素材方格加入音效 噢 好可愛 好可愛 來一次 嘩 好搞笑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嘩 它就是用不同的hashtag 代表出一些聲效 不懂得解釋給你聽 因為 下載不到音樂給你聽 萬花童 它裏面播放一些影片 是關於 南部的音樂 這裡是講到高雄 不是,南部 高雄是正確的 五十年代的酒吧街 酒吧街的起源 因為酒吧都是音樂的一個 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可以看看 高雄的音樂的歷史 這是講 流行音樂 的 崛起 特別是一些走廊 夜 應該叫夜店 的一些音樂表演 卡拉OK 哈哈 原來是南部的出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都hashtag 南部卡拉OK 最後這個了 可以讓大家留意 在這裡寫一些 和音樂和他們的想法有關的東西 我寫不寫一些東西 好 好 當然要打個 打卡拉 留一條腳毛在這裡 好嗎 好 我走完 這個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這個叫poppoppop的 流行音樂的歷史的展覽 大家如果想要來看的話 其實我也忘記了 展期到什麼時候 但是也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有機會可以來到高雄 這裏逢星期一休館 所以如果要來 星期二至日都可以來 很漂亮 我都拿了 最後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幸好這次展覽 不是有很多紀念品 要買 不是騙錢 因為外面 大家都看到天黑了 所以就不拍了 電話沒有電 好 希望最後一天 今天是 明天是最後一天 希望開開心心玩下去 希望大家看完片 記得要CLS我 訂閱、留言、讚、分享等等 好開心 因為很久沒有拍過 出外看展覽的影片 希望大家都享受 好 就這樣 拜拜